这个市场实际上我们做过推算是很大的 整个突然传感器目前的就近2018年的市场规模 大概是在150亿美元左右 120亿左右是在这个手机 但是我们不设计手机 但是未来比较快的市场领域是智能安防 自动驾驶的医疗和过防 大概到2021年左右 大概会形成大概40亿美元的市场 而且增长率比较快 在10%到20%左右 目前处理器的部分增长速度更快 整个市场目前大概是在100 也在178亿美元左右 但是它包括硬件 软件和服务 那么我们只看硬件的部分 大概也占到30亿美元 那么整个跟我们世界影响触盖的 运动大概有70亿美元 这么一个市场 我们觉得能够拿到1%左右就已经很 市场领域就很大